警方今天清晨在雪州甘榜跟登巴鲁击毙一名 拥有26项前科的破门行窃惯犯 雪州总警长拿督胡申指出 巴达林在野警方于今天清晨1点15分根据线索 前往跟登巴鲁调查一宗发生在白沙罗的破门行窃案时 发现嫌犯驾驶一辆日产Grand Livina休旅车逃跑 立即拦截对方准备进行调查 嫌犯非但拒绝配合 反而快速倒车撞向警车和一辆民用轿车 在场的警员被迫连开竖枪 最终将嫌犯击毙 警方在嫌犯车内起获三把八冷刀 两把钳子一把斧头等等 初步调查显示 这名30多岁的嫌犯拥有26项前科 包括9项毒品和17项刑事前科 其中10项刑事前科与破门行窃有关 并且该名嫌犯也曾经在1959年 防犯罪案法令第15括号第一条文下被对付 请不吭 明天惯 请不吭